大家找到了吧 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 是因为人有理 禽兽啊 没有理 好这段话呢 实际上它是出自 群书之药燕子的 一段公案 当时这个词 这个齐景公啊 很喜欢喝酒 他呢 连续喝了几天的酒 喝了几天的酒之后呢 就失礼了 摘帽脱衣 积这个瓦盆奏乐 哇在那里乐得不得了 接下来他就问旁边的臣子 他说 人得之人会像我这样 作乐吗 旁边一位叫 梁秋巨的橙子就讲了 人得之人 他的眼睛耳朵和平常人一样 但是 他恰巧就是不喜欢这样去做乐 结果 齐景公一看到燕子 来来来 不要行君臣之礼了 跟我一起来饮酒作乐 当时呢 燕子一看到这个情形 燕子是他的爱臣 燕子马上说 君王呀 假如我们这些臣子 世奉君王失去了礼 估计啊 君王你也不高兴 你也不满意 你会感觉我们这些人对你很轻慢 很不尊重 您看 我们齐国的这些孩童 他们的个子呀 都不矮 他们的力气呀 都超过了我和你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敢作乱 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礼仪的教化 他们敬畏礼仪 所以今天君王 假如您的行为失礼 又如何来治理天下 假如我们这些群臣失礼 我们底下的属下 又如何对我们尊重 那假如我们的父子之间也失礼 家庭可能就有了凶灾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燕子就讲了这句话 福人之所以贵于禽兽也 已有礼也 之所以我们贵于禽兽是有礼 接下来他又讲了一段诗经的话 相属 有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虎不传死 相 是看的意思 鼠呢 是老鼠的鼠 相属有体 这个老鼠 那么微弱的小动物 它有四只 那这个四只呢 支撑着它的生命 所以叫相属有体 那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虎不传死 这个传死就是 人假如没有礼 还不如赶快死掉算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人是以什么为体呢 以礼为体 你看我们看到那个年轻人 假如是忤逆父母 不守规矩 我们都说简直他的行为不成体统 是不是呀 所以呢 人是以礼为体 当他讲完这段话之后呢 这个燕子呀 不是这个奇景宫呀 听了就很惭愧 说你说得对 哎呀 我这个人呀 不聪明 最重要的是 我身边的这些臣子 他们更是愚昧无知 都是他们引诱我 诱惑我 让我天天这样花天酒地 所以呢 都怪他们 赶快给我把他们拉出去 杀了 他这样做对不对啊 你们都有判断力 您看当我们 往往啊 生活当中犯了什么 过失错误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不会起一个怨恨的心 都怪你 假如当时你不让我怎样怎样 我就不会怎样怎样 有没有啊 当问题一产生的时候呀 我们都不能够反求诸己 把责任一下推到了他人的身上 推到了环境 或者推到了境界上面去 那这些人事物都是原 因在哪 因在我们的心 所以这个时候燕子就开始劝谏了 燕子说 君王啊 不能杀了他们 他们是无辜的 是无罪的 假如君王 你就是一个非常讲礼意的人 相信呢 无理之人都会离你远去 而有理的这些人人之事 都会因您的这种威仪 而来到您的身边 假如你是无理的话呢 自然而然怎样呢 这个 无理之人都会 静悄悄来到您的身边 而有理的这些人 都会离你而去 这个齐景公听了以后讲的 说得对 说得对 接下来他立即 怎么样呢 停止酒宴 给我清理庭院 更换座位 更换衣服 重新来过一次 重新呢 去请燕子入宫 这个时候呢 这个燕子呀 又穿上了朝服 来引请燕子进宫 燕子一进到宫里 还没有上台阶 就行了三让礼 那上了台阶呢 又行了 最高礼仪的其中之一呢 叫这个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祭祀的时候 有一个礼仪 出宪决 三宪礼 出宪决 亚宪决 中宪决的三宪礼 行完之后呢 他们又以君臣相待 坐下 那等离开的时候呢 那燕子呢 又有臣子之礼 拜别君王 而君王 又以这个君王的礼仪 来拜别他的臣下 哇 那种场面 树木 庄严 那把燕子送走之后呢 这个 齐景公 这个时候呢 哎呀 他就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知道吗 我这么做的目的呀 就是 要让大家了解知道 我完全接纳燕子对我的 这个劝谏 我们说福在受贱 一个人肯听进去别人的劝谏 就是最有福的人 那么当我们有了过失 别人劝谏我们 哎呀 我就常常有这个坏习惯 老师 蔡老师经常有时候说 哪里哪里 你做错了 那我的第一念就是什么 想解释 想找借口 这样好不好 我们常常找了一大堆的借口 来怎么样 要证明我是对的 以后别人还敢给你劝谏吗 哎 我们等于人生失去了很多双眼睛呀 我们脸上有黑呀 有污点 也都没有人敢告诉我们 我们还天天美滋滋的 是不是 那就是无福之相啊 所以真正有福的人 是领纳别人劝谏的人 马上怎么 有过失就改正 不断的呢 圆满自己的德行道业 所以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改习气 就是放下 说实在的 我们中国的古圣先王 可以说五千年前就有教育制度 那我们在史书上看到一段记载 上面写道 古时后继交价色 五股熟悟 名人欲 人之有道也 宝石 暖衣 一居而无教 则尽于情寿 圣人有幽之 使谢为司徒 交以人伦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姓 那我来解释一下这段话 古时候有一个后继 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姚帝派他呀 带领人民 种植农业 那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非常的感恩 人民懂得了种植农业 维持我们的生命 有了保障 保时暖衣 你看现在我们都是过着小康的生活 不愁吃 不愁穿 人们您看现在旅游最热 人们一到放大假呀 就开始游玩 享受 生活 可是呢 保时暖衣 一居而无教 失掉教育的时候 则静于禽兽 就是跟禽兽不远了 当我们失掉圣贤 道德 伦理 因果的教育 我们的外表 看的是 人的样子 可是我们的内心 已经腐烂了 已经坏了 心坏了 已经接近于禽兽 您看我们的古圣先王 姚帝开始担忧了 哎呀 这样可不行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派一个叫谢的司徒 司徒就是国家教育部的部长 后继呢 相当于农业部的部长 来教导人民什么呢 教导人民 人伦的秩序 夫子的关系 哎 君臣的关系 夫妇的关系 兄弟 长幼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怎么来处理 您看从那个时候啊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就有了教育的制度 而我们整个中国 古代的历史 啊 这个这种教育啊 它是分层次的 那分为五个层次 在五帝时期啊 在三皇时期呢 是以道制天下 当道没有的时候呀 以德制天下 当德没有的时候 就用人制天下 仁爱的人 人没有的时候 就用义制天下 义没有的时候 就用理制天下 理没有的时候 就是天下大乱 所以理是我们做人 最低的底线 最后的一道防线 那三皇呢 他是以道制天下 五帝呢 是以德制天下 到了三王 啊 我们知道 下雨 商汤 周文王 五王 成王 那三王呢 是以什么呢 啊 是以人制理天下 那个时候 道德已经滑坡 到了春秋时期 我们都知道 夫子称 礼崩乐坏的时代 所以道德人都没有了 用义来治理天下 我们看孔子传 孔老夫子呀 周游列国 就是要恢复周礼 恢复礼乐的教化 好 到了这个 秦国的时候 秦朝的时候啊 秦朝是用 是用什么呀 是用霸道 治理天下 好 那霸道治理天下呢 可以说道德仁义 李他都不讲了 十五年 就亡国 那后来呢 汉呢 代秦统一了天下 建立了汉朝 那刘邦很了不起 采纳 这个汉武帝了不起 采纳董忠书 独尊辱术 从那个时候呢 开始建立 礼乐制度 那这个礼乐制度呀 几千年的历史 到满清王国 一直呀 每个朝代 都有礼乐制度 所以在座的朋友 我们就了解到 礼是我们最低的 防范做人的底线 礼没有了 人心乱了 天下不太平了 那今天呀 我们学圣贤教育 学圣贤的典籍 我们要从哪里学 要从哪里开始做呢 我们从道开始去做 道太高了 我们做不到 我们要从哪里 对 要从礼开始去做 那礼当中 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找回来 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恭敬心 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 好吗 预备 起 恭敬心 在座的朋友 而今天我们最严重的问题 是我们人失掉了 恭敬心 就是这个敬字 您看我们人 现在越变得 越随便 轻慢 放纵 就从我们整个的 着装穿束上 我就可以 感受到 您看我们现在 为了方便 就越来越随便 您看连上班的场合 一个非常庄严 那你去服务的一个环境 我们可能都会穿着拖鞋 甚至现在呢 连袜子都不穿了 我们弟子会说 袜语履 聚警窃 人们为了方便 就越来越随便 您看那个随便的心 一放逸 您看人对一切都无所谓 那种对人的轻慢 对事对物都不恭敬了 所以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对人 真诚礼敬 对物品呢 要懂得去珍惜爱护 比方说我们看到 这些桌椅板凳 我们要礼敬 不是给他局三局功 你要给他局个功 别人说你有毛病 那我们的礼敬是怎样 把他擦得干干净净 摆得整整齐齐 那这就是恭敬心的一个体现 所以的我们的这个古德就讲 一分沉浸 得一分的利益 十分的沉浸 得十分的利益 百分的沉浸 就得百分的利益 千分的沉浸 就得千分的利益 没有沉浸呢 就不得利益 那那个沉浸心呢 用我们王 那个恭敬心呢 就如同我们王凤怡老先生 王善人描述的 像穿针引线 您看穿针引线 多么的谨慎小心 恭敬谦卑 是不是 那个像我们可以感受到 所以你看这个镜子 这边是个狗 这边是个反文 这个反文念扑 扑是什么 拿掉狗窃的心 就叫恭敬心 而这个恭敬心呀 现在我感觉特别难以培养 这个比方说我自己吧 我都学了九年多了 我深感自己的这份真诚恭敬的心呀 真的还修得很不好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呢 蔡老师在马来西亚 我是在大陆 刚好呢 我在通电话 通电话的时候呢 结果蔡老师就发来一条短信 在我的电脑的Skype 那个短信一发来 我还在通话 我说哦 老师发短信了 我待会打完电话 再给他回 哎 您看呢 那个时候都没有察觉到 自己的念头 就在那里含洋洋自得的打电话 正在打呢 那个电脑的电话 再有人打进来 马上你就可以听到 突然呢 老师就打来了电话 蔡老师就打来电话 我给对方说 哎呦 蔡老师打电话了 我要接电话了 我立即挂掉前面的电话 接蔡老师的电话 一接之后 蔡老师说 你这个 看到我给你发的短信了没有 我说老师 我看到了 那个 我刚好正在打电话 所以没法跟您回 哎 我这个电脑水平有限 你看找借口了 老师说 那你就可以 打两个字 稍等 否则的话呢 我根本 都不知道你到底在不在 电脑旁边 因为给你交代的这些事 我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进行下去 别人就会等在电脑那里 一直等 我说 哦 是是是 我说老师这个 哎呀 的确对不起 您看呢 老师当时就说 您看你这个恭敬心呀 一切时 一切处 你都要关照到 能不能提得起来 接下来你们猜 我会说什么 我当时虽然 升起了惭愧的心 我说 对对对 哎呀 我怎么就没有关照到 您看这个恭敬心 这个点滴当中呀 骚纵即失呀 哎呀 这个时候我就挺难过 我说老师 不过有时候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 我说这个 有时候呀 我给别人发过去短信 别人也没有给我回 我就在想 他一定不在电脑旁边 这个借口找得不错吧 哇 老师听了之后呢 蔡老师说 那这个呢 是对别人而言 那我们学圣贤教育 是严以 律己 宽以 待人 那你这个 你这样一讲 不是在 宽容自己 放纵自己 给自己找了借口理由 当然老师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就给我讲了这番道理 那我们什么时候培养恭敬心 恭敬心 可能就是在回短信的时候 恭敬心可能就是见到别人一个微笑 你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真诚 恭敬心就是看到我们开门的时候 一看后面还有人帮他开一开 那电梯的时候看到他拿着行李 我们帮他把门 把那个电梯门给他按着 让他出来 随时随地都不可以失去恭敬心 道也者不可 虚于 离也 可离非道也 所以当时我听了很惭愧 我就放下电话 我就在那里想了 为什么还没有关照到 为什么还会习气使然 您看修行是多难的一件事 不进则退 如逆水行舟 那这个时候呢 正在难过的时候 蔡老师电话又打来了 我赶快又接起来 老师什么事 蔡老师说 把刚才我们俩的对话 你给我复述一遍 我当时 我当时一听 我第一个念头 为什么让我复述 我先要问个为什么 您看人的妄念很多 烦恼多 智慧就会出不来 那第一念一出来之后呢 蔡老师说 你问这个是什么 我说老师为什么 让我复述一遍 您是不是要拿我做案例 老师没有直接回答我 老师说 如果我把你这件事 当案例来谈 你第一念起的是什么念 如果你第一念起的是 啊 太好了 我的错 我的错误过失可以 布施给大家 让大家引以为戒 那很好 这是一个修学的态度 他说你假如起的念头是 哎呦哦 多不好意思呀 拿我的这个案例出去说 多丢人呀 他说这个呀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那个修学呀 还都没有入门 接下来老师马上反问 你起的是什么念头 我说老师呀 我还没来得及起念头 就是先问你 他说什么念头都没有起 那叫无名 那这个 真的这件事情呀 真的是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觉得呀 一定要谨记呀 老师的教诲 所以呢 那个说实在的 当时我还其实找了一些理由 我还说 我说哎呦那个文字呀 当时灯光很黑暗 老师我有点看不清 老师说 我常常在讲课的时候讲到 只为成功找方法 不为失败找借口 你们只是拿来听而已 难道你就不可以 把那段文字粘贴下来 把它放大吗 哦 我一想 对呀 我们处处在给自己 就是找出路 找借口 哎呀 实际上要修学 要进步 是非常之难 假如我们不能够 从自己开刀 不能够真正把自己的烦恼 习气太除掉 我们烦恼不能减轻 智慧不能增长 那我们可能会更烦恼 感觉到自己的修学 几年了 为什么上不了一个台阶 那我们可能对圣贤教育啊 就会失去信心 那我们也不能给周围的家人朋友 表一个好的法 您看呢 那实际上啊 我们不改习气 都是在消遣 圣贤教育 可能还会断了别人的会命 真的是如此 所以这一次呢 给我深刻的教训 以后再看到什么 赶快要回 有电话赶快说稍等 我在这边回一个短信 都要这样去关照 这些教训呀 很深刻 那我们的这个恭敬心 真的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要去培养 那么今天没有恭敬心 说实在的 孔老夫子来教我们 释迦牟尼佛来教我们 阿弥陀佛来教我们 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因为我们没有恭敬心的时候 我们内心呀 是跟人对立的 是砥柱的 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恭敬心是我们的性德 恭敬心是法器 你有了恭敬心 法才入得进来 没有恭敬心 我们学到的全是常识和知识 这一生不能开智慧 当我们一个人呀 说实在的 你没有遇到好老师 可能老师不行 但是你有恭敬心 你同样能够成就 为什么 恭敬心是性德 我们学圣贤教育 就是不断的要彰显 我们的性德 所以你将来一定可以超过老师 这个超过 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才华超过 我们这一生的道德学问成就 我们才能更加的去利益 广大的人民群众 那这个恭敬心从哪里开始呢 先要看我们对父母 有没有恭敬心 因为孝是中华文化的根 尽是中华文化的本 体现在孝亲尊师上 假如我们对父母没有恭敬心 对别人很有恭敬心 假的不是真的 那一定是有利可图 讲一个故事 德意故事当中有一个薄情驱贵 周鲁薄情 关于乔子 入门而驱 登堂而拜 我们都知道呢 圣人周公儿子叫薄情 薄情呢 跟着他的康叔 三次去见周公 每一次去呢 都被周公狠狠地打了 打了之后呀 这个薄情就很纳闷 为什么每次见父亲都被打 大家这个时候要看我了 不能看屏幕了 那每一次去呢 都被打 在座的朋友 您有子女 您儿子不听话 打了他 他可能就离家出走了 还会再来三次被你打吗 好像不太可能 古人因为有圣贤的教诲 薄情打了 不但没有怨恨父亲 反而怎么样 反思 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父亲才打我 所以他就找到一个旧城商子 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去请教 父亲为什么要打我呀 这个时候呢 您看古人很会教育 他不会马上告诉你答案 他说你去到南山的阳面 看桥木 再到北山的阴面 看紫木 看完之后呀 你就全部明白了 薄情呢 就到了南山的阳面 看到了桥木 桥木高大 茁壮 挺立在那里 又到北山的阴面 看紫木 紫木 又矮 又小 好像很斧着的 在座的朋友 我们要想象 我们现在啊 坐着时光穿梭机 我们一起跟薄情到了南山的阳面 又到了北山的阴面 你们要身临其境 也来看 也来观 好 现在我们看完了桥木 看完了紫木 在座的朋友 你们体悟到了什么人生的道理 我们大家都在想 那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 这个时候啊 薄情呢 就又到了桑子面前 说我体会到的道理啊 是 那个桥木高大 很有威严 代表的是父道 而那个子木 又小又矮 还斧着的 代表的是什么 子道 哇 桑子一看 不错不错 你再去见您的父亲吧 这个时候啊 薄情又再去见父亲 哎 就是这上面讲的 入门而驱 这个驱就是 我们晚辈见到长辈走路 一定要驱步 驱步就是 要 这个步子呀 要快 不能慢慢悠悠的 登堂而拜 马上就给自己的父亲呀 父王 顶礼 这个时候啊 父亲有没有再打薄情呢 有没有再打 你们这么无辜的看着我 没法判断 父亲特别的高兴说 您一定是得到了 人德的长辈 给他给你这个 给予了指导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什么 人伦的秩序 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 儿子要有做儿子的样子 那这个长幼尊卑的秩序 才能呈现出来 那人际关系才会和睦 所以我们的恭敬心呀 要从哪里 就是要从对父母开始 那讲到这里 我就想起啊 老子去看望他的老师 长疮 老子的老师生病了 老子去看望他老师呢 就觉得老师病得很严重 说老师呀 您有没有什么教诲 您病得这么厉害 有没有什么教诲 要教导我们 老子说 你们不说呀 我也要讲几句话 你们知道吗 第一个 路过自己的故乡 一定要下马车 看到乔木 要快步经过 他先讲了两个 他先讲第一个的时候 他就问道 为什么路过自己的故乡 要下车 你知道说什么意思吗 老子就回答了 说路过自己的故乡 要下车 是不忘旧 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乡门口 要赶快下车 在那个村口啊 你就要下车 因为这个 你生长在这片土壤 土地 那里有你一起从小玩耍的朋友 陪伴你长大 那里有很多的长辈 曾经都抱过你 甚至父母忙的时候呀 都把我们搁在邻居家 又吃又睡 您看那份情意 那份恩义 多么的浓厚啊 假如我们今天有了泉 有了钱 哇 我们开着什么奔驰 回到自己的故乡 在那条扬长的小道 我们连车都不肯停下来 而且速度加快 一下就开过去了 那个尘土全部被扬起来 旁边的村民都要怎么样 把那个衣服拿起来遮灰尘 这老王家的大儿子回来了 您看多有钱 多威风呀 不就有两个臭钱吗 耍什么威风呀 那等你的家里父母 有了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 有没有人肯伸出手来帮助呀 你儿子不是很能吗 是不是 您看极善之家 必有余庆 那极不善之家呀 儿孙不懂事 您看就让父母门休 所以呢 当我们路过自己的故乡 远远的就要把车停下来 下车来 跟乡亲去打招呼 就是什么呢 记着那份浓厚的情意 旧情 讲到这儿呢 我就想起一首歌 我相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朋友 是不是马上那个屏幕就拉到了自己的故乡啊 这首歌呢 大家昨天一进听歌还没有听够哈 好 忘不了故乡 年年里花房 染白了山岗 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篇树下 风车云云云湘 我爬上地树枝 闻哪里花香 遥遥皆拜 地树枝 花雨满 天飞扬 落在妈妈头上 飘在房车上 给我生 血肉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生 永世 我不能忘 那我们对故乡的那份感情 真的是 真的我们事业有成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那颗制成的心 去报答养育 我们的那片故土 去看望家乡的这些老朋友 不能忘记 救故 那再接下来呢 老子的老师 又说为什么见到 这个桥木 你要快步经过呢 老子就说 看到桥木快步经过 是要懂得 敬老 尊长 你看到这个桥木 你看就会提醒你的心 时刻不要失去 对老人的那份尊重 因为老人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能够表现出 这样一个敬老 尊长的态度 后代子孙就在效仿 那么我记得呢 我刚这个接触蔡老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弟子龟是什么 跟在蔡老师的背后 一起行走 走的时候 他突然停下来 我也就停下来 哎 我才发现呢 在我们后面 有一个六七十岁的长辈 完了他就让这个长辈呢 从我们身边走过去 我们呢 就跟在他的后面 那到了电梯那呢 蔡老师又把电梯按开 让长辈上去 那那个时候 根本还没有学习什么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右者后 结果这个时候呢 蔡老师呢 就看出我的困惑 说这些长辈啊 一生呀 为社会国家奋献 养育培养子女 他们是对国家呀 有贡献的 我们要把他当成 我们的父母去尊重 去对待 这个社会风气啊 才会好起来 那从此之后呢 就明白了 这样一个做人的道理 所以梦子当中就讲到 道在耳求诛眼 事在意求诛难 人人轻其轻 长其长 而天下平 道就在我们的脚下 事情很简单 我们人人都亲爱 自己的父母 把那份亲爱 延伸到亲爱 所有的长辈 人人轻其轻 敬爱所有的长辈 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您看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那现在呢 可能大家期盼呀 第三个事情啊 老子呢 老子的老师 接下来呢 就把他的嘴巴张开 说你看 我的牙齿还在不在 老子说 您的牙齿不在了 那我的舌头 还在不在 老子说 您的舌头还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子就讲 这个代表啊 这个柔软 胜刚强 牙齿没有了 是因为牙齿太坚硬 所以他就没有了 舌头柔软呢 舌头在是因为舌头柔软 那这里就交给我们什么道理呢 做人心地 要厚道 要柔软 夫子之道 终数 而已 那他是交给我们这样的道理 您看 人与人发生争执 出现这些 我们不可而想的冲突 这些 灾祸发生 都是什么 因为内心的坚硬强硬 每件钢刀口易伤 那个钢刀啊 那个口是最易伤的 所以我们了解到 万事万物 我们有没有发现 尤其是那个植物 出生 生长的那个 幼苗 又柔软 又有生命力 可是这些草木死了之后呢 就会干枯 一折就会断 最容易损伤 而当我们人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在婴儿时期 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身体很柔软 是不是 那我们死了之后 身体就变得僵硬 这代表什么 柔软是生的象征 强硬是死的象征 我们看到那个母亲 我们看到那个母亲 很强悍 很刚硬 女强人的时候 儿女就会自卑 有没有 她的人格呀 就不健全 不健康 她就失去自信 那母亲呀 虽然为她好发脾气 她永远记住的是 她的情绪脾气 她感受不到母亲的爱 可是当我们一个 做母亲的 像大地一样 那么包容 那么厚道 那么柔软 看到孩子不争气 眼泪流下来 自然而然 儿女就会感到惭愧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学圣贤教育啊 就要让我们的这颗心呀 要变得越来 要越柔软 那这里呢 我们要给礼啊 下一个定义啊 礼者体也 礼者驴也 统治于心 约体 见而行之 约驴 这里告诉我们 礼有体 体是什么 体是他的心 那礼呢 这个驴就是实践的意思 那么在心呢 就是表我们 对一切人事物恭敬的态度 进而体现在 我们外在的行为上 所以叫 见而行之 约驴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他的体是什么呢 我们大学当中的格物 知智 诚意 振兴 这叫统治于心 格物呢 就是格出我们内在的贪嗔 吃慢疑的 五毒 烦恼 格出我们恨怨恼怒烦的烦恼 格出我们经不住财色 民事 财色 民失 民失 民失税的这种诱惑 那我们不断的要把我们的欲望啊 要降低 要降温 那自然而然呢 我们的欲望不断的减低之后啊 我们的良知才会显现 我们的智慧 才能够得到提升 那我们的烦恼清智慧长 我们才能够真正表达出我们的诚意 我们的心呢 才能够提起真正的正念 所以统治于心呢 是证我们的性情 这是内圣 内学 那反过来表现在外的呢 是身修家旗 国治天下平 所以理是什么 理是我们修身的工具 是要把仁义道德 在我们的行为当中体现出来 那见而行之呢 就会合万物 人与人和睦相处 人与物和睦相处 人与天地自然 都会和睦相处 那这使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服刑人员 他呢 在服刑期间呀 非常的不满 他觉得是有七个人陷害了他 才身陷牢狱 而且是无奇徒刑 所以呢 他心中不满 他要报复 他就越狱 越狱成功 越狱成功之后呢 他就 逃亡的时候 在火车的两个车件的 车厢的中件呢 在那里盘算 谋划 我回去之后呀 我怎么把这七个人 一一的怎么样 给他杀掉 我要报仇 那个仇恨的心呀 像怒火一样 正在那琢磨的时候呀 有一位女士走了过来 他要上洗手间 结果那个洗手间的门 怎么也扣不好 门栓出了点问题 他就出来说 这位大哥 您可以帮我 开一下门好吗 我上个洗手间 大哥 谢谢您 态度非常的温和 亲和 他遇到这么有礼貌的人 让他呀 就是 突然就觉得 感受呀 一下好像很久都没有 有人对他这么有礼貌 那之后呢 他就说 哎呦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人 还这么有价值呀 别人对我这么 尊重 他就觉得心里 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他就在琢磨 这个女性的一言一行 让她很舒服 很欢喜 接下来这个女性呀 上完洗手间 出来之后呢 就说 大哥 谢谢你 还给他 鞠了一个90度的宫 估计这个女性 是学弟子规的 这个女性呢 就走了 谢谢你大哥 哦 很亲切 很和蔼 走了之后呢 这个服刑人员 望着这个女性的背影 哇 他就说 被尊重的感觉 真好啊 世上还是 好人多啊 我不可以就这样轻易的 因为去报仇 而怎么样 糟蹋我的这一生 我应该还有希望 我不能再去这个 再去这个作案了 所以呢 这个火车一停怎么样 他就给监狱打电话 说你们不要找我了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返回监狱 结果呢 他就返到监狱之后呢 认真的改造 认罪 毁罪 结果呢 因为他在监狱的表现很好 一直给他减刑 减到十年 那他的动力来自哪里啊 我们不言而喻 终于他出狱了 他出狱之后啊 他最想见的 最想感恩的是谁呢 这位女士 他说是这个女士 给了他的第二生命 可是没有电话 也不知道这个女性 是哪里的 也无从下手去找 结果他就跟别人 分享这段的历史的时候 他就讲到 他说假如当初 那位女性 一走过来 厕所的门关不上 说 真讨厌 你能不能站到一边去 别人要上厕所 干嘛要站到这里 他说你们知道吗 我第一个要杀的人是谁 在座的朋友 我们看到这个女性 彬彬有礼的态度 对人真诚恭敬的 言语笑容 在座的朋友 她挽救了几条生命啊 哇 不简单啊 我们香港论坛的朋友 一开口就是八条 一般大家都说七条 又变成九条 哇更了不起 挽回了几条性命啊 九条性命是不是 不止了 当一个人要行凶作案的时候 被别人发现的时候 他会滥杀 无辜 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 死在他的手下 是不是 在座的朋友 在座的朋友 我们一个小小的善行 一个善举 一个有礼恭敬的态度 重不重要啊 重要啊 我们小小一个 有礼恭敬的态度 是不是他修身的体现呀 一个人能修身 有没有齐家呀 一个人能够修身 就一定能齐家 齐家就一定能够治理国家 就能够平天下 四而一 一而四 在座的朋友 刚才这位女士 这样的一个善心善行 她有没有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她保全了多少家庭的幸福呀 多少户家庭的幸福和睦 是不是 那么同时 她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公安警察 帮助我们的社会 维护正常的安全秩序呀 有没有 所以她是不是在做着 治国平天下的事呀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提起理智 我们一旦学习了圣贤的教育 圣贤的经典教诲 要从谁做起呀 从我做起 从我心做起 从我的家庭做起 我的小区做起 而不是我们希望 政府要做 领导要做 别人要做 你要做 他要做 当我们一味的向外去要求 都希望别人做的时候 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做的时候 有没有人做呀 没有人做 所以当我们自己去做的时候 我们自立 立他 那社会的风气 都会借由我们的一个微笑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呀 而得到进化 你比方说 今天我们一个义工朋友 我刚好坐上电梯要来 那么这个义工朋友 一进来在电梯里 他看到我 他就又看到 其他的不认识的一些旅客 他就说 大家好 早上好 这些旅客们都不认识呀 在电梯上 一看到 也都会很矜持的笑一下 那这有没有带动社会的风气呀 有啊 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下电梯的时候 我又把那个电梯门按住 一个老外 两手拉着行李 那他怎么出呀 万一电梯一关就被夹住了 我们仍然给他都按住电梯 他就把这个拉出来 转过头来 微笑着说 Thank you 您看 你从哪里开始呀 高高山顶立 深深海底心 就是在一切事 一切处 不离 这份恭敬心 那大同世界会遥远吗 那这里讲到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念一遍好吗 来 预备 其 道德仁义 非理不成 教训正俗 非理不备 分针变诵 非理不绝 君臣上下 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非理不定 换学适诗 非理不清 班朝治君 立官刑法 非理威严不行 导致 导致祭祭 导致祭 共计鬼神 是不是这个要有形 有相 才能把道德仁义的这个道理体现出来 那道德仁义要实施 要不偏不倚 要达到中和才行 假如没有达到中和呀 我们学道德仁义呀 也同样会怎样啊 会偏颇 所以那这里呢 在论语当中就告诉我们 子曰 公而无理则牢 圣而无理则喜 勇而无理则乱 直而无理则脚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人有恭敬心好不好啊 很好 但是我们光有恭敬心 没有理的话呢 您看就会徒劳无益 好心做坏事 别人还不认可 这样讲很抽象 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农村 到别人家请客吃饭去吃饭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 那个年代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家乡的人民 都是特别的厚道 对人呀 都是特别的 怎么讲呢 热情 你那碗饭还没有吃完啊 他呢 都是悄悄的又端一碗饭 压得横死 趁你一不注意就盖在你的碗里 好 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现象 结果其实你一饱已经 一碗已经吃饱了 结果他一下又扣一碗 那这种热情啊 这种厚道 我们是可以理解 也非常的觉得很感动 可是往往呢 当我们过于热情 这个礼 过分的时候 那个分寸尺度没有拿捏好的时候 反而你看让吃的人是不是变成很痛苦呀 我们坐在一起吃饭 我们学传统文化 马上给人家夹菜啊 夹的他都吃不下去了 结果让他生烦恼了就不好 礼是什么 处处替人着想 那处处替人着想 是天下头等的学问 那再来呢 长辈说行一个礼就可以了 可是呢 我们一定要行三个礼 我们就没有听从父母的词令了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恭敬心的时候 我们产生了执着 感受到了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学圣贤教育 为什么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呢 那就是在于呢 我们学东西没有达到中和中庸之道 反而学了之后 家庭里的父母 亲人 很反感我们 觉得我们都带给他压力 到了单位 同事也赶快离我们很远 结果我们变得很孤独 很孤立 有没有啊 你们都不答应我 为什么就是我们不懂得 做事的分寸和尺度 没有拿捏好 所以礼是什么 不能过也不能不急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一个人有一个优点 随之而来就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这个优点 当它过分的时候 这个优点就变成了什么 缺点 所以呢 道德仁义 一定要有礼 来节制 让它保持恰到好处 也就是我们说的 情礼法 圆容周详 我们走到任何的地方 都让别人生欢喜心 那我们学礼 就是走到任何的地方 都能够成为一个 令别人欢喜 也能赢得别人 对我们的接纳 欢迎 喜欢和尊重 这是我们学礼的目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圣而无礼则喜 我们说谨慎 是不是一个好的 作风和态度 一个美德 可是谨慎 过分了之后呢 变成唯唯诺诺 在那里站到门口 要敲门 不敢敲 要进去 不敢进 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反而变得更拘谨 放不开 不够坦诚了 那么接下来呢 要讲话的时候 吞吞吐吐 要讲 不敢讲 你看让对方就很深烦恼 那这个喜呢 就是畏惧 胆怯 所以这个谨慎 变成缺点 那这个 永而无礼则乱 一个人很勇敢 是很好的德行 但是呢 他不守礼法 不守章法 就会惹出乱子 直而无礼则脚 经常听到有些人说 我这个人就是很直 你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就算 大家一听说 对 他做人其实很正直 我们不要计较他 我们不要计较他 我们自己要不要改 往往我们说 我们很直 我很直 反而变成一个什么 我们不愿意去 改变自己的借口 因为直是美德呀 可是这个脚就是什么 我们出言 就像刀子一样 伤害到别人的心 这个直好不好 那这个直就不好了 前面我们讲 要厚到 要柔软 是不是 孔老夫子两个学生 子禄很勇敢 子禄呢 有一天去请教夫子 说文思行诸 就说听到一个道理 老师我要不要 立即去做 孔老夫子说 你家里有父亲 有兄弟 你怎么可以听到 一件事 马上就去做呢 你要三思而好行 不可以这么鲁莽 子禄听了 就走了 结果 然有另外一个学生 进来同样 问的跟子禄的问题一样 说 夫子 文思行诸 孔老夫子说 你听到一个道理 要赶快去做 不要想前想后 慢慢吞吞 赶快去做 完了这个 然 然有呢 也离开了 另外一个学生 在旁边 看得就很纳闷 这个叫 公西华 就说 夫子呀 您是不是对两个学生 不太公平 他们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可是呢 您却回答 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 我们就看到 夫子老人家 教学的智慧 他会因才 失教 那这个因才 失教 他是看到子禄很勇敢 而缺乏 周祥的思考 所以他要把他的 这个性格改变 拉回来 而然有呢 恰巧就是过于谨慎 可能别人都 已经做得快成功了 他还没有起步 还在那里 想前想后 在那里思虑 所以呢 要训练他呀 要起而 马上听到一个道理 就去行动 通过这样的教育呢 让我们内在的人格呀 变得更加的完善 和圆满 在座的朋友 您看我们看到 公胜 永直 是美好的德性 假如失掉了理 就会牢 洗 乱 脚 所以理重不重要啊 假如我们觉得 理很重要的话呢 我们下节课 我们再来 共同学习 那第一堂课呢 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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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 各位长辈 各位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可能发现 我在这个称呼上 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 这是墨学 听了刚才那节课 在这个称呼上的礼节 的一个例行 跟大家共勉 接下来 我们恭请 李悦老师 继续为我们宣讲 不学理 吴以立 恭请 李悦老师 尊敬的 各位长辈 亲爱的朋友们 网络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尚无好 那我看到我们的朋友 都非常的好学 我们刚才主持人 也在调整称呼 我都没有发现出什么问题 那刚才一下课呢 我们负责礼仪队伍的 一位同仁就过来找我 他说 哎呀 我们的礼仪 这个 我们负责礼仪的 这位朋友 每一次在老师上台的时候啊 他们都走在老师的前面 他说这样会不会失礼了 会不会失礼了 哎 不会 礼仪 有他的规定 同时呢 还有他的权变 他是非常活泼的 不是死板的 那比方说呢 有人就说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右者后 结果我每天啊 这个上班的时候 走在长辈的后面 他们走得很慢 我很着急 我要超过长辈的话 我就违背了弟子规 我要不超过的话 我要迟到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后来他们来问我 我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长辈打个招呼 说长辈 我先走在前面 我要上班了 那那个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右者后 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我们一同跟长辈出门 我们时时刻刻呀 哎 我们要很谦卑 走在长辈的后面 不要抢先 走在长辈的前面 那是我们尊长 同时呢 我们在后面 又可以保护长辈 那大家这么一学以后 就死板了 一死板之后呢 天气很黑 没有灯光 下楼梯 我们也是 长辈 你在前面走 你在前面走 是不是我们就学死了 长辈在这么黑暗的楼梯上 我们没有走在前面 去接引着他 那就很危险 很容易摔跤 是不是 哎 大家又顾虑了 那上电梯 我们先上 还是我们后上 当然了 我们要赶快上去 把电梯的门按住 开关按住 让长辈上 他这些都是活的 法无定法 那包括你看 领导 干部 长辈 到我们的团体 来参观 结果我们呢 你看 这个就是什么呢 叫圣而无礼则洗 刚才讲到的 结果呢 我们就都很拘谨 请前面走 结果这些领导 长辈走在前面 说要往哪里走啊 你们不给我指路 我怎么走 完了他就死在那个 长者先右者后 跟在后面 那反而就是失礼 我们的礼不对的时候 又反而变成失礼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走在前面 引领 那刚才您看 我们的李仪小姐 她走在前面 引领 这就是对讲课老师的 恭敬和尊重 他把你引到台上来 我说你们做得很好 没有失礼 您看要下台 他们又上来迎请 又从这边下去 那这个礼就是从 这边上这边下 它是一个顺时针 这个都是上讲台的规矩 所以刚才 他们这么一来问 我说做得很好 没有错 他们的心很安 所以礼是活泼的 最重要的 在当下那个静缘 你要拿捏应该怎么做 所以他没有一定 当然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学老实 后学全变 好刚才呢 我们讲到道德 仁义没有理呢 他就不能够完成 道德仁义的教化和实施 同样教训正俗 教训是家庭教育 正俗是社会教育 没有理就不能够完备周详 您看家庭教育教什么 弟子归 我们看到养正宜归 同盟须知 珠子之家格言 言世家训 哪一个家庭的教育 不是教我们理的 应对进退 依让周旋的这些 待人处事接物的礼节呢 都是在教这些 最基本的规矩 所以呢 这个教训正俗 一定要有理 那这个 风争 辩诵 非理 不绝 那人与人之间 起了冲突 厉害 利益之争 包括呢 见解不同 包括呢 这个 轻暴良民 等等的这些现象 假如没有一个 是非的准神 就没有办法 判别 谁是 谁对 是非 对错 善恶 他就失去了标准 所以要用理来定这个标准 他是一个准神 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非理不定 我们说天尊 地卑 乾坤定义 天呢 是 象征着 我们把它称为 钱 象征着一种 这种 领导之力 所以他为君 地呢 厚重 包容 柔顺 那我们 为坤呢 坤象征着什么 象征着 卑 那他是一个 所处的位置不同 分成尊 所以他具有那种 服从力 那自然而然呢 把它用在我们 人际的相处上 就有了君臣 父子 掌幼的次弟 那尊卑 掌幼的次弟 那假如没有 这样的次弟 您看呢 我们的晚辈 对长辈 就会轻慢 无礼 人伦的秩序 就会混乱 那天下也会 大乱 所以这个礼呢 就是让我们呢 来制定呀 父子兄弟 掌幼君臣的 这种等级秩序 让我们 依自己的角色 而来 尽自己的本分 和行礼 那再来呢 换学 事实 非礼 不清 这个换是 学习如何 做官 学习如何 学六亿 礼乐 舍域 书 那你要学东西 要懂得如何 奉仕师长 您看 我们有十条 干肉的 速修之礼 面对求学的老师 我们要去求学的老师 要有问道之礼 还有谢师之礼 拜师之礼 那这些礼 都不可以少 是不是老师 一定要十条干肉呢 不是的 那是表达一个学生 对老师的恭敬 诚意 你假如没有这些礼 老师会不会收你啊 因为你没有诚意 没有恭敬心 老师也教不了你 所以没有这些礼 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清静老师 接受老师的教诲 那再接下来呢 立官刑法 非礼 还有这个 班朝治军 立官刑法 非礼 威严不行 这里指的班朝 是指的朝廷的官决呀 他都有次第 有等级 您看我们看那个 古时候的电影 电视剧 武官这边站着 文官站在一边 他都按照他的等级 次第来站 那整个的朝廷 才有序 如果没有这些礼 就乱成一团 那朝廷 政府假如都乱的话 这些官决 都乱的话 那天下更没有办法 去治理 那立官刑法 就是官员到位就职 你要实施这些法令 实施教化 假如失掉了理的这些仪式 威严就不存在 没有威严 就不能够涉受人心 不能涉受人心的善根 那这些东西呢 也没有办法实施 那再接下来呢 导辞 祭祀 您看我们现在恢复 祭礼 祭祀天地 祭祀祖先 祭祀孔老夫子 一定有他一定的礼仪的程序 假如这些礼仪的程序 失掉了 人们的那种庄重 至成的心 没有办法体现 那天地 祖先呀 他们感受不到 后代子孙的诚意 也不能够来享用 这些食物 这个都是非常了不起 我们中华文化的礼 它的内涵呀 非常的深厚 所以呢 这里呢 是曲礼当中的一段话 你看我呢 就用了几个图片 让大家了解 您看这就是 祭祀皇帝的时候的 您看这个都是 非常整齐有序的礼仪 您看这都是 祭祀时候我们看到的 这种大型的场面 您看这是祭孔的时候 您看礼乐诗 都是融合在一体 来表达我们对 古圣先王 对圣贤人 对祖先的那份 至成的恭敬怀念 表达这个 所以在我们 礼祭的经节当中 就讲到 福礼之于正国也 犹恒之于轻重也 神墨之于取直也 规矩之于方圆也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礼要来治理国家 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犹恒之于轻重也 恒是什么 那个秤 来称物品的秤 礼就像一个秤 物品的轻重 借由他就能够秤出来 没有这个秤 我们就不知道 这箱东西有多重 这弹梁是有多重 那神墨呢 在古时候是用来 衡量它的取和值 如果没有神墨呢 就没有办法 规矩我们就知道了 规以求方 这个聚以求方 规以求圆 也是来画圆和方的 一个工具 那治国呢 就如同这样 那这里有一段话 我们比较可以 更好的去理解 神墨以求直线 秤以求轻重 归以求圆 聚以求方 此为基本之气 由此基本之气 方能成就万气 所以礼是什么 我们治国 为人的基本之气 所以孔老夫子才说 安上持民 莫善于理 治理国家 从上到下 一定要有理智 过去古时候呀 连吃东西 穿衣服 都有理的讲究 什么年龄 能吃什么 没有到那个年龄 不能吃 什么衣服 到了那个年龄 你才能穿 没有到那个年龄 小孩子不可以穿 他都不会超越自己 当下的本分 人们守规矩 都循着自己的本分 去生活 您看 人与人和睦相处 理多么重要啊 我们现在了解的 非常之少 那这里呢 在理记的取理当中 告诉我们 理有哪些功用呢 福理者 所以定轻书 决贤疑 别同意 明是非者也 理呢 给我们制定了 轻书远近的关系 因为我们说 人要博爱 但是博爱呢 一定是由内而外 由近即远 我们说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所以这个爱 一定要回归到 先爱父母 所以古时候呢 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就分成了 轻书远近的 一个级别 比方说在举行 丧礼的时候 就有五福 这个五福呀 你穿的最粗的 那个粗麻呀 我们说 披麻带孝 那个就代表 他跟 亡者的关系 是最近的 那越往后 那个衣服穿的 越细 叫这个丝麻 很细的时候 代表他跟亡者的关系 距离比较远了 可能是远亲 不是直系的亲属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因为中华民族 非常注重血统 那注重血统的 纯正 所以呢 他要把这个 伦长关系 要区隔开来 那纯正呢 首先呢 血统不可绝 不能绝呢 就要彼此传宗 就正妻所生的孩子 来继承家业 代代相传 这个血统 就不会绝 那接下来呢 血统不可弱 那怎么办 近亲不婚 同性不婚 同族不婚 如果我们近亲也结婚 一个家族都成婚 我们后代子孙的 智力体力 全部下降 那这个民族的 我们说的这个人种 就没有办法优化 整个民族的 整个智力体力 下降之后 我们的文化 又何以传承呢 我们的祖先 多么有智慧啊 所以今天的 那轮常关系乱了 哇 如果 娶了好几个太太 生了很多孩子 将来他们长大 那就有可能 有近亲结婚 那这个民族的 我们的这个 中华民族的品种啊 这个就会变得 烈下 那再来呢 为了保持血统 不 这个不混呢 就是一族不婚 那比方说呢 我们说可以放开 都可以来 这个不同的族群 可以结婚 那是我们讲过去 您看我们到国外 我们看他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可是他完全 他的文化被异化了 那他已经不拥有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内涵 他的思想观念 完全是什么 可能是西方的思想观念 那我们的文化 也不得以承传 所以我们的 中华的祖先 他是世世代代 要将我们的文化 文明遗传下去 您看他都是用理来 区隔 让我们去遵循 保持我们民族的优良 文化的代代承传 他是给我们 真正呢 创造我们未来 子孙后代的福祉 让我们能够过幸福的生活 那再来呢 这个清书一并 大家遵守 伦常去生活 绝贤疑 我们说 君子患未然 不处 贤疑间 瓜田不纳履 礼下不整官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一个人的动机纯正 但是呢 往往呢 又因为 我们的行为会被别人误会 又不能不去围 怎么办呢 就用理把它定下来 那这个贤呢 是误会 疑呢 是怀疑 怎么定呢 刚才我讲的 瓜田不纳履 你在一个西瓜的田地里 你可不可以去寄鞋带啊 你去一寄鞋带 瓜农看到说 你给我站住 过来了说 你偷我的西瓜 他说我没有 我是寄鞋带 胡扯 你哪里不能寄鞋带 偏偏在我瓜田 寄鞋带 会相信吗 是不是不会相信啊 所以就要用理定了 你就知道到了瓜地 不要寄鞋带 因为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这就会让人家嫌疑怀疑 那理下不整官 这个理子树下 不仅仅是理子树下 苹果树 桃子树 凡是这个水果长在树上的 你不要戴着帽子 在那个树底下整帽 一整帽别人就可能抓住你了 你偷我的水果 会不会啊 所以你看古人说 一人不入古庙 两人不看深井 也是绝嫌疑 那个古庙呀 有一些强盗 藏了很多的东西藏在里头 你进去了 他就想 你一定发现了我的暗道机关 你的命就没了 两人看深井 一个人不小心掉下去 人家一定说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 那我们用在现在的生活当中 哇 这个里头的学文就更大了 人家是古人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 您看 这个门开着 房间没有人 你可不可以进去啊 不可以进去啊 那个东西丢了 你说都说不清 是不是 所以我们敲了人 敲了门 哎 门开着没有人 我们不要进 绝嫌疑 是不是 那么再来呢 那个财务室没有人 你能不能进去在那等着 那钱丢了 你也说不清 因为来进行案例 调查发现怎么样 哎 就你在里面 你能说得清吗 所以理是什么 是我们不给人家添麻烦 同时呢 也起到保护我们的一个作用 哎 不要因为我们失礼的行为 给人家添乱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 这个大会一结束呀 也是一个课程 大家都去照相了 那那个人员呢 都是 也是 不知道 也就是不是仅仅是这一个公司的 可能还有外地来的 我们的包呢 都放在椅子上 之后呢 我们就去照相了到外面 结果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 一个讲课的老师 一个朋友 他特别的细心 他说 李老师 你们的包都还在会场 我们现在都在外面 现在已经结束了 那我要把你们的包拿过来 那当时我们就想 没关系吧 我 这个 应该不会丢 我们都学圣贤教育 在这里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没关系 那结果呢 这个朋友他就讲什么 他说不是的 万一我们把东西丢了 我们给主办单位 就添了麻烦 哎呦 这个存心好不好啊 所以这种谨慎 小心的态度 是处处替他人着想 不要给别人添乱 您看这个就是理 那这个绝贤仪呢 在古时候 您看还有很深的学问 他讲到 父不可以弄子 祖可以弄孙 媳妇可以到公公的房间问鸡 公公不可以到媳妇的房间问安 女长母可以抱 这个子长母可以抱 女长父不可以抱 那再来呢 姐姐可以到右弟的房间 哥哥不可以到妹妹的房间 那我们在礼祭取礼当中啊 全是交给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礼 很细 为什么就要取礼 为完取折 那为什么要学这些 后面我们会知道 礼是原情而做 为什么要有礼 礼是源于我们人有 喜怒哀乐 爱物欲的七情 他要实时用礼制定 防范于我们情感的 这个泛滥 或者放纵 所以就用礼把它规定下来 那为什么父亲不可以 跟儿子玩耍 打闹呢 因为父亲在家庭担当着 教育子女的责任 他要时刻体现出 他做父亲的威严和威仪 儿子就学到了这种尊重和威严 他不敢造次 假如我们的父亲让孩子骑在他头上 天天怎么样骑大马 没大没小 孩子的这份恭敬尊重威严的态度 他就学不到了 那他将来就会造次 所以为什么说要母词 父言 那两个人半点不同的角色 那母亲的那种厚道柔软 那种关怀 让孩子学到仁爱 从父亲身上学到尊严 威严 您看父母是给儿女表法的 假如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呢 我们溺爱跟孩子打斗 孩子他的教育 就失败了 这是很危险的 那为什么爷爷可以跟孙子 可以跟他玩耍呢 我们讲含乙弄孙 是不是 享受天伦之乐 因为爷爷没有承担这样的一个义务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讲到 您看媳妇可以到公公那里问安 公公不可以 您看呢 防止击贤 那包括呢 孩子长了 母亲还可以抱 爸爸就可以不可以抱 所以所有的礼 它都是我们的护身符 让我们人的行为啊 都守这样的一份礼数而去生活 人有礼则安 无礼可能危险就出现了 那他就是表这个意思 包括呢 老师是心丧三年 老师如果也是扶丧三年 别人就搞不清 您家是父亲往生了 还是母亲去世了 所以他一定有区隔 把这种嫌疑让人们去除 不要有这个怀疑 别同意呢 这里告诉我们 是有同情不易 情有同而是不易 如果把它都混在一起来谈呢 那就会乖利乖义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你有一个养子 这个养子呢 有名分 不是你亲生的 那你同时呢 也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 这个叫妓子 同时可能你就 外面又有个私生子 请问 谁是你真正的儿子呀 一定是什么 法律规定的这个妓子 反而他可以继承你的 这在古时候是这样 继承您的遗产 那反而这个私生子能不能 虽然是你的骨肉 但是他不合 伦理道德的道义 那如果我们是非混淆 不分的话呢 我们的道义就会乖利 人们就没有 是非善恶 评判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呢 也要用理来定下来 所以别同意 那再来明是非呢 是非好坏 用什么来评 我们说用理 理很抽象 看不到 用什么 典章制度 单位的规章制度 手续办法 章程等等 把这个理用事来表现出来 我们就很清晰 我们就要去遵循这些制度 那这个呢 就是理的功用 那我们再接下来呢 来看 理记婚役当中的 一段话 婚礼者将和二性之好 上已是宗庙 而下已记后事也 故君子众之 这个婚呢 是因为黄婚的时候 娶妻 所以古时候用的是这个婚 将和二性之好 两个不同的性事 合在一起 这个叫美 叫善 合在一起干什么 不是两情相悦 去过自己二人的浪漫世界的小日子 它是有一份沉边边的责任和义务 要奋似宗庙 祭祀祖先 下面要传宗接代 把祖先光荣的美德 家道 家风 家规 家业 沉传下来 传给后代子孙 所以呢 古代的圣君明王 非常重视婚礼 那这里呢 就讲到呢 因为男女有别 婚礼所要表达的就是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 男女要有责任的分工 没有责任的分工 没有别就没有义 那今天两个人都去赚钱了 孩子的教育没人管 当我们赚到钱 他最宝贵的接受黄金教育的时段 养成他正确人生态度 正确的行为习惯的 那个阶段完全失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学圣贤教育 孩子十七八了 已经成型了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再想让他回头 难呀 当我们拥有了财富金钱 可是我们的下一代毁了 值得吗 那为什么说呢 治国平天下的大事 女人家要单得一大半 那推动摇篮的手 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我们无论看到孔老夫子 周文王周武王 孟子 哪一个圣贤君子 不是有圣母 所培养出来的呢 所以呢 今天我们母亲呀 我们学圣贤教育 真的是承担的责任 非常的重要 而所以呢 古时候实际上 对女性的尊重啊 那个地位是很高 为什么 妻爷者 亲之主也 可不近乎 妻子是这一家人的亲人 他要祭祀祖先 为你的这个祖先 培养后代啊 要尊重呀 如果今天我们夫妇无别 女性都不管家了 您看 不仅仅毁掉的是 我们的后一代 更重要的 我们的文化 也没有人继承了 我们这个民族 还有希望吗 所以我们的眼光 绝不能只看到眼前 要看到长远 那我们夫妇有意 分工不同 一个主内 相夫教子 一个主外 维护家庭的经济 彼此守着这份本分 自然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 一个温暖健康的家庭 儿女在这里成长 她的心灵 人格是健康的 自然而然 父子就会有亲 您看今天我们一说叛逆啊 父母和儿女的对立 仇恨现在是极微的严重 有很多的例子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我就不能一一和大家分享 父子的亲爱失掉了 他怎么可能到社会上 会对他的领导尊重 会对朋友 理尽呢 不可能 父子的亲爱 是爱的源头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深刻的体会到 理是什么 婚理是理之本 那父子亲了 自然君臣就正 所以呢 婚理者 理之本也 他是理的根本 也就是告诉我们 君子之道 造端户夫妇 五轮皆由夫妇 这一轮正 而五轮皆正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经营家庭就很重要 那借这样一个机会呢 那天我们刘教授呀 也讲了不少婚礼的内容 我们刚好在前年 我们中心 马来西亚中心呢 我们为三对新人 举办了一场 传统的汉服婚礼 那我也想呢 借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播放一段 让大家感受一下 礼仪第一 万家灯火祝福 中国古代 每当有新人 洗劫连礼 连礼乡党 都会点亮红烛 祝福新人 让我们许下共同的心愿 祝愿新人 新婚吉祥 福慧双生 礼第二 告上礼 礼祭云 婚礼者将和二姓之好 上已是宗庙 而下一集后是宜 故君子种植 请三对新郎上台就位 禀告祖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香 行禮 拜 下面請新郎宣讀報文 告竹塞 奉天之座 成帝之和愛兄弟 團結宗族 和睦相邻 勤儉持家 禮儀第三 行嬌子禮 向父母大人行禮 依拜 興 請新郎父親 為新郎敬酒 新郎接酒 新郎出發已親切 父親教導說 去迎接你的內柱 以繼承我們的宗室之士 便利和引導他恭敬從事 以思緒我們先帝的美德 你的言行要有常法 兒子回答說 是的 父親 只怕我不能勝任 但絕不敢忘記父親的訓誡 禮儀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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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禮 有請新郎獻大宴 禮儀 大宴順陰陽往來 是隨陽之鳥 妻子應當順從丈夫 是取自大宴飛行有序之意 婚曲要以長幼定先後 賭厚人倫觀念 行禮 拜 行 獻大宴 現大宴 獻大宴 新郎新娘 會面 新郎新娘 新人 行礼 拜 心 信仰将要告别父母 接受父母最后的教诲和叮应 女儿即将离开家人的幼妇 进入夫家 请父亲母亲 祖托一句终生受用的话 女儿家人马家要做个好媳妇 好好孝顺公公婆婆 爸爸妈妈 一家和姐快快乐乐 在两家孝顺父母 家去马家 要孝顺家公家婆 要做人家好媳妇 要一家人快快乐乐 家人快乐乐 我认为你学习中国文化的 到了丁家 要做丁家的好媳妇 要孝顺公公婆婆 把中国文化的精神脾气出来 创造一个有传统特色的小家庭 以实际行动来报答老师 对你的栽培 祭祝阿女儿 我们后孝顺公和勤俭持家 记住了吗 女儿出嫁之后 希望你能够 孝顺公公婆婆 勤俭持家 相夫教子 你一定要宽容 忍让 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记住了吗 好 父亲 将女儿的手 交付给新郎 新郎 新郎 从父亲的手中 接过新娘的手 新郎表示 从今而后 一定会好好照顾新娘 请二位老人放心 礼仪 礼仪第六 行拜堂礼 拜天地 拜 心 在这儿 在这儿幸福的时刻 让我们感恩先祖 感恩父母 行礼 行礼 拜 拜 夫妻对拜 相互感恩 婚姓 婚姓 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夫妻一条心 门前黄土 变成金 从今之后 不论贫富 不论贵贱 我本人 互相互念 互进互爱 白头到老 恩爱 永远 行礼 拜 心 礼仪第八 行同楼合景礼 古人云,男女七岁,坐不同席,食不供弃 从今天起,三对新人开始同席而坐,同餐而食 代表夫妇结为一体,地位相等,尊卑相同 祸福相供,修妻相关,命运相连 敬谨 锦就是苦葫芦 合景是把葫芦一分为二 瓜仰苦涩 用它来成甜酒 夫妻共饮合景酒 表示二人今后要同甘共苦 患难与共 合景 一 礼仪第九 行洁发礼 请新郎新娘结发 请新郎新娘牵手 从今日起 荣辱与共 苦乐同当 敦伦敬奔 相助成德 诗曰 死生弃阔 与子承越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新人婚姻 天地已知 祖先已知 顺父母意 亲朋见证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现在 我宣布 新婚大礼 礼成 孔子族 好 在座的朋友 这个婚礼是进行大约一个小时 可是我们这个看的过程呢 大约呢是18分钟的一个裁剪 我们只看了18分钟 在座的朋友 你有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我们的心灵有没有受到感动感化 我们的心灵好像得到了一次洗涤 是吧 那这样的婚礼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意义啊 那当时这场婚礼举办完 我们马来西亚第二天的大小报纸 都是大幅度的来刊登 为什么他们这么积极要刊登呢 觉得这种婚礼啊 传统的婚礼是可以起到一风一俗的作用 进化人心的作用 而这个婚礼它绝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成家 热热闹闹 欢欢喜喜 那我们在感受整个那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份责任 一份承担家业 教育后代 您看婚礼它是起到教化的作用 教化的目的 所以中国古代的婚礼是六礼 六个礼的程序 完全都是在宗庙来举行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婚礼呢 不是两个人的事 不仅不是两个人的事 而且是什么 一个家族的事 不仅仅是家族的事 还包含子孙在内 您看有告上礼 就是后代子孙所行所言的 都要禀告祖先 让祖先看到我们这些后代儿女 是遵存祖先的教诲 将这个家业代代在沉船 那我们的祖先在天之灵 他也会非常的欣慰 而当事人经过了这六礼的过程 还有刚才我们婚礼现场的 每一道程序 都是对他人心的提醒 每一道程序都提醒他 要珍重这一份的姻缘 不可以轻慢轻率 要对得起对方 对得起父母 上对得起祖宗 下要对得起后代子孙 您看那份责任心油然而生 所以经历了这样一场婚礼 在他的心中啊 是牢牢的刻在他的心间 当夫妻两个吵架了 闹矛盾了 不忘其初 把这个婚礼放一放 啊 想到当时的这份承诺 想到当时的这份 对祖先的一个发愿 您看这些矛盾呀 都会化解 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 斤斤计较 就闹到法庭 所以这样的婚礼是 教化提醒人心的 那这样呢 一个家庭保全了 和乐了 后代子孙教育好了 您看这个民族才会兴旺 这个民族才会持续的发展 这个礼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人心需要提醒 人心需要教化 哪怕是来参加婚礼的 已经结了婚的 参加了这个婚礼 也是对自己的一份提醒 要珍重 所以一些朋友说 看了这个婚礼 本来想的算了 要跟老公分手了 参加完这个婚礼 说我的念头是错的 以后不可以再起这样的念头 所以它起到教化的作用 所以我们来看 当然其中我们看到 那么多感人的镜头 时间的关系 我们一一不去再分析 那这里在礼记经节当中 告诉我们 朝敬之礼 所以明君臣之夜 朝敬礼呢 是指的 这个诸侯啊 朝见天子 春秋啊 两次要朝见天子 那这样呢 这个就是体现 君人臣中的这份道义 那在这样的礼仪过程当中 作为臣的 他懂得 无限的感恩君王的恩德 那君臣之夜啊 就会建立 不能多也不能少 少了人也会轻慢 多了呢 会复杂 那这个礼就是保持 君臣的道义能够保住 聘问之礼是诸侯尊敬也 聘问之礼是